美国近来针对中国 遏制中国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 也是到了一个歇斯底里和疯狂的程度 我们看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 习主席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应 美国就是这么硬要去跟中国对抗 遏制中国 最后能够得到他所期望的 符合美国最大利益的这种结果吗 小慧 拜登就任之后经常说一个词修复 似乎所有的麻烦都是由他的前任特朗普留下的 美国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特朗普造成的 是长期以来美国发展 内部尤其是美国国内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 不断的发酵造成的 这个时候通过转移矛盾 通过把目标针对中国 把中国塑造成一个敌人 自己有病让中国吃药 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美国能够治愈自己的目标的 很快会发现根本性的问题 深层次的矛盾会浮出水面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发展取得的一些成就 都是在党领导下 我们全国人民自己通过我们自己心情劳动 创造出来的 我们不是别人恩赐给我们的 更不是向西方国家去抢夺来的 如果外敌想对我们进行干预的话 想通过军手段也好 经济手段也好 其他各种手段来遏制我们 最终都达不到目的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